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素影的東西 那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1770 APS-C的鏡頭 那這一支鏡頭很神奇 這也是我 之前還蠻喜歡的鏡頭 就是在攝影 剛進來 沒有什麼選擇 就是Kit鏡頭 在上一集 就是這一支鏡頭 那這一支1770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級好用 日常使用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 而且它又在廣角端有2.8大光圈 然後 然後又有防手震 然後又可以拍攝微距 就是一個 很 拍什麼都 蠻OK的鏡頭 就是對一個初學者而言 但是有一次就是拍攝海 就是在水下拍攝的時候 不小心進水 所以這一支鏡頭就是泡過海水 所以呢 我就把它送回去原廠 那他們維修很貴 所以我也沒有要維修 變成這一支鏡頭 沒有自動對焦 沒有防手震 然後 還泡過海水 所以就是整個是一個 只有鏡片 然後什麼都 壞掉了 鏡頭 送回原廠 我就沒有維修 那我就自己把它全部拆開來 那支影片 我會放在 上面或下面的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反正就是 把整支鏡頭拆開來 把所有的電子零件 全部拔出來 然後把鏡片 所有的鍍膜 擦掉 尤其是泡過海水 我就把它全部擦掉 然後 這支鏡頭 就有一個很神奇 很特別的 發色 跟它的 對光線 那種 炫光的感覺 然後它看起來也很 朦朧 很夢幻 好像 反正就是很特別 跟一些老鏡 其實還蠻 老鏡嗎 反正它 很特別 邊緣 整個 影像的邊緣 都是 非常非常柔和 這也很難形容 反正 我想要保留這一支鏡頭 反正我們現在拍影片 我都用手動對焦 所以 有沒有自動對焦 根本沒有差 然後防手震 對影片 我覺得 根本也沒有什麼差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光圈的部分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電子零件 全部拆出來 所以它沒有辦法調整光圈 一個很神奇的鏡頭 它永遠都是光圈全開 所以就有一個問題 我想要保留它的 影像 那種呈現的效果 夢幻朦朧的效果 但是它永遠都是光圈全開 我在大太陽下面 幾乎沒有辦法使用 你要光圈全開 還怎麼在大太陽使用 你ISO100 ISO50 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今天就買了一個 神奇的STC 濾鏡 就是可調式鏡光鏡 那STC是台灣品牌 如果有玩過 攝影很久的朋友 或是老人 或是 反正就是有 熱血玩攝影的人 你就知道STC是 一個非常厲害的濾鏡品牌 那這一片濾鏡呢 我應該是買 三四千塊吧 一片濾鏡三十千塊 那這一支鏡頭 全新的才一萬多塊 但是我就是想要拿那種 朦朧夢幻的效果 所以我想要保留這一支鏡頭 那我們就只要買一個 儘可能不要影響我們光學品質的 減光鏡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玩一下這個STC 減光鏡 然後我買的是 ND2到 1024 24 減一檔光 那1024是減多少檔光呢 我懶得算 你們自己去算吧 那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一下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個擦拭部 有一個 檢驗合格 跟說明書 還有這一張 看起來還蠻特別 它是UV測試卡 就是 UV測試卡 所以它就給你一張測試卡 它有一個很神奇的塗層 它就是可以讓你用濾鏡在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辨識說你的 濾鏡到底有沒有 剪掉UV Ultra VioLit是不是 紫外線的部分 OK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盒子打開 看看裡面的濾鏡 Woo 它的盒子看起來是萬用的 就是你只要把一個濾鏡放進去夾起來 就可以收納 感覺是還不錯啦 就它不用生產各種不同大小圓形濾鏡 就是你不管買10種濾鏡 你只要有盒子你就可以丟進去 蓋起來 你就可以收納 我覺得這還蠻棒的設計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這一個可調式景光鏡 呼呼呼呼 蝦米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上面都是灰塵 那 不知道啦 那是STC的品管 它可能品管沒有做得非常好 或者是它的包裝裡面有很多灰塵之類的 反正我看到镜片上面都是灰尘 感觉不是很好 但就STC嘛 我也不知道 他们都已经有一个人盖章验证说 它已经合格 那可能有灰尘 就是他们觉得是正常的 管它的 那我们直接装到我们的镜头上面来看看 OK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来转动我们的滤镜 然后来调整不同的亮暗 像是这样子就是1024吧 就是超黑夜状态 你根本看不到镜片 那我们把它全开 这应该就是剪一档光的状态 你看你还看得到镜片的部分 我们直接装相机来看看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来转动我们的滤镜 就可以来减少不同的光 然后我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最一开始 就是剪一档光的部分 跟最后一档 它没有一个特殊的颜色 所以你滤镜每一次 或者是每一支镜头它的颈度不太一样 它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马上转到一个剪一档光的部分 你要寻找一下 或我们的一档光在哪里 哦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去调整 我觉得会多花一点时间 如果它可以做一个不同颜色 像是红色啊之类的 我觉得会更好去寻找 那它没有做 我们就自己DIY 自己做也是可以啦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转动的时候 有一个沙沙的声音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里面有入层还是怎么样子 反正它转动不是很顺畅 会有一个摩擦 然后好像有沙子在里面 摩擦的声音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瑕疵 或者是 不知道 反正转动会有沙沙的东西在里面摩擦的声音 应该是不正常 我们现在室内其实还蛮昏暗的 对拍影片而言啊 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后面这个超大的600D Pro给它点亮 然后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的可调式剪光镜 看看我又发现了什么东西 yeah 就像这样子 我们背景已经整个大爆炸了 OK 那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了有一些还蛮特别的东西 像是它算是两片偏光镜 就是可调式剪光镜 其实就是两片不同的偏光镜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所以它其实也有偏光镜的效果 像是我刚刚有拍摄像是电脑荧幕反光啊 或者是手机荧幕反光 那我们只要稍微转动一下 我们就其实可以把那些反光去除掉 就有偏光镜的效果 还蛮酷炫的啦 然后在可调式剪光镜在广角端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叫做十字纹 十字纹就是你拍摄的话 如果你在广角端 你不小心把你的剪光镜调得太黑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中心比较黑 然后边缘比较亮 一个很神奇的状态 那STC我觉得它还蛮厉害的 它有直接把它列出来 给你看说在哪些情况下 不会出现十字纹 就是你可以完全避免十字纹 那我觉得这还蛮用心的 像是我现在17mm乘2 因为这个是BMPCC 然后再乘0.7大概是24mm左右 那24官网就有写说 它大概剪四级的光是OK的 不会出现十字螺纹 那我觉得这真的还蛮棒的啦 就是它已经官网直接告诉你说 多少焦段到底会不会出现十字螺纹 那对啊 所以你在全开剪一极光到剪四极光 都不会出现十字螺纹 那我刚刚用玩一下 如果把它调到五极光的话 会稍微出现一点点 但如果你忽然想要剪五极光 你也是可以再超过它一点点 如果十字螺纹看不太出来的话 所以这一片2到1024的可调式剪光镜 它官网有写说 如果你的在全片幅上面的16mm 你也是一样四极光也不会出现十字螺纹 所以算是非常厉害 你就是等于一到四极光 可以让你去随便你去调整 那如果你有一个焦段比较长了 那你就可以再剪更多 剪更多一直剪下去 使用还蛮方便的啦 就你可以随心所欲去调整你的光线 尤其是这一支镜头 不能调整光圈 光圈永远全开的镜头 是不是 然后你也有看到我们刚刚示范的画面 我们再播放一次 就我们这一支镜头的影像 边缘就是有一种朦胧梦幻的效果 就是一种柔和 然后中间是有焦的 而且中间是锐利 但是边缘就是给它一个梦幻的 有点晕开来的效果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你们自己看看 我是觉得还蛮赞的效果啦 就很有个性的效果 OK那这种我们今天17到70 然后加上我们STC可调剑光剑的 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影片 按个赞 对于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